目前国内居家快筛已经开放了 事实上快筛最主要是用在感染热区 需要大规模快速筛减使用 而居家快筛阴性不代表没有得病 就是因为它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而阴性有可能是伪阴性 或者是病毒量不够所导致的 因此如果民众出现了症状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以居家快筛作为诊断 新冠快筛试剂 药局药庄店和超商 现在都可买得到 有民众认为去快筛站比自己筛减可靠 担心自己筛减可能不够精准 专家指出家用快筛试剂 无法取代医疗检验 不能因为快筛阴性就轻忽了防疫规范 而在高风险热区 需要筛减的无症状者 则需要反复的筛减 才能够增加准确性 目前居家快筛建议的使用时机是 一 位于高风险热区 二 与确诊者有接触时或是有足迹重叠 三 曾经去过人潮众多的地方 过度的使用快筛 浮烂的使用快筛 则会因为阴性的结果而轻忽自己感染的风险 有工卫学者认为一般PCR筛减尾阴性 至少25% 快筛尾阴性更高 使用居家快筛还要加上高筛减频率 Delta病毒的传播力确实是很强 如果只靠一般的快筛 甚至是PCR的筛减 都有可能因为未阴性的关系 导致防疫的破口 让Delta病毒在台湾迅速的传开来 因此对于入境的旅客 集中PCR 集中入住检疫所 或者是防疫旅馆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可能可以遏止Delta病毒在台湾社会传开 所谓的家居的快筛可以使用 那我想这一个其实是一个 当然可以帮助一般民众 或者是其他机关地方 帮助很快的筛减自己 或者是家人或者甚至是员工 有没有感染的一个工具 不过其实快筛有它的 所谓的胃阳性跟胃阴性 所以在治疗或者是在预防 所谓的感染上面 事实上好好的这个接触的隔离 戴口罩 Delta病毒株已经从境外传染到国内 而事实上呢 这个Delta病毒株和过去的病毒株相比 其实它的传染力更强 事实上呢 它出现症状和过去也不太一样 而现在Delta病毒株 它会出现头痛 喉咙痛 以及流鼻水党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 目前全球已有约85个国家 出现Delta变异株病毒 也就是印度变异株病例 并且持续蔓延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评估它的传播力 将英国变异株高 4到6成 但具有高传播性 而且对有风险症 族群容易造成重症或死亡 Delta变种病毒的症状较不典型 但主要症状仍是呼吸道症状 它常见的还有头痛 喉咙痛 牛鼻水这些 都是大家会注意的症状 因此最重要 仍是要及时的检验 能将有症状的感染者 及早侦测出来 疫调后能有效的隔离接触者 延缓它的传播以及大流行 接着就是争取时间 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医师提醒 若有与确诊者足迹重叠的民众 应配合筛检 有疑似症状的民众 应尽快至医疗院所 接受评估与裁检 落实疫情三级警戒规范 外出与工作都要全程佩戴口罩 严格避免群聚 阻绝感染扩大 TVBS新闻杨青坡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imsром 诶